很多人說又不是這樣說 至少現在說鄭家那邊的孫子被人拿索 這個奶粉費 為了他的錢 我當時是不得的東西 所以我經常說一些酒色才氣 教大家年輕人或者女士都是 所以現在變成世界很多有怨男 又有怨婦 很多女人自己寂寞又被人騙錢又被人死 等一等電話 喂 哪位 我正在講電台 待會給你電話 拜拜 所以你的世界有很多女人就是 我們要面對酒色才氣 情那個字要破關 有很多女人真的很慘 因為女人是感情動物 始終她喜歡 但女人是很色情的 女人是很喜歡追兒子的 又要英俊又要貪咪識識 但姐兒要抄又要笑的 所以那些是一輩子走來走去 如果錯都沒有景的 那就埋埠了 這個賭水六公子 中產階級就先嫁著 嫁人之後 原來有個英俊又英俊 就是教教教鎮 有很多這種人 那就沒有合神理 是吧 借助她離婚 收一筆錢 就去做點麻煩 但是你說鄭家 鄭家和孫子那件事 他這些是被人冤枉的 你出來行走江湖 現在一個袋不夠 帶他們兩個 賣到彩人不會種的 就是這些包子 鄭家是整個兒子來的 這樣有心善利的 明明兩個和你刺爆的 哈哈 是吧 南走江湖一塊飯 是不是 有沒有DNA 是不是 反正有心裝你 你就一定要 要當七二十四燒衣 你是不是被不起 但是很醜怪 就是很醜怪 沒有人教你行走 所以我經常說 我們走走色才氣 怎麼真的走色才氣 這麼簡單 包羅萬有 怎樣面對 怎樣過關 怎樣享受走色才氣的樂趣 就不要讓走色才氣的那些壞事 黏在身 非常高深的技巧 難怪大家降閃 好 好 好